28岁的西安小伙夏燕是一名资深魔方玩家 凭借着惊人的手速和记忆力 几年来他先后打破三阶魔方核拧 单手复原三国华荣道等五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7月23日记者来到夏燕工作室对他进行了探访 在夏燕的工作室中各种魔方和意志类教具随处可见 三角形 圆形 巨形等魔方格外显眼 在教室内夏燕正在给前来上课的孩子们 演示魔方盲宁 魔方双人和宁等技巧 我是在2018年12月1号拿到了第一个世界记录 是和我的搭档双人共同复原一个魔方的记录 那么在随后的两年中 我又获得了第二项 第三项 第四项 第五项 一共是五项的世界记录 这些就分别都涉及到华荣道领域 以及这个打字的领域 夏燕称 他从高中时开始接触魔方 并对各种玩法痴迷 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在网上查询魔方技巧 偷偷练习 大学毕业后 怀揣着对魔方的热爱 他辞掉了待遇不错的工作 回到西安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负责魔方的教学工作 像我这个魔方的话 那么一开始大家只是玩 只是娱乐 从上大学开始呢 我就开始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学习 然后我就开始背很多的公式 钻研其中的一些道理 也看了很多这些世界高手的复原的实力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的魔方的成绩也有了逐渐的起色 从那个时候大学大一的时候 我也就开始参加了很多的魔方的比赛 像这个WCA世界魔方协会的赛事 我也是经常去参加 夏宴告诉记者 除了魔方和华荣道的各种玩法开发 近些年他还将目光放在了快速打字的领域 2020年2月20日 夏宴凭借3.91秒的成绩 被吉尼斯官方认证为 手机键盘打出字母表速度最快记录保持者 夏宴称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使更多人喜欢魔方 享受到魔方带给他们的乐趣 使得整个魔方行业能积极发展 同时也让魔方的记录变得更高 更快 更强